哈囉 開心又與大家見面 分享區基卡 今天抽到的卡 太陽卡的部分 立定志向 清楚立定志向 設定好保護今生不耽誤自己的方法 無論現在年歲多寡 至少在未來所剩的人生歲月中 你會越來越清楚的知道 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的路是越走越踏實 且在每一天生活開始的那一剎那間是喜悅的 太陽聖德導師 重點就是立定志向 立定志向就是把自己未來的目標給設立 所以在因為有太陽這一本密集當中有一個 當了解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理論 就應該應用到自己的生活裡 將來是否會有深層的體物取決於你精進的程度 這句話是非常值得去烙印在靈魂裡 同時在宇宙的界面裡 有無數的信息 也就是人們所稱的靈感 只要你指示你會不會取用而已 所以在今天開始在悟 開悟的悟 悟上要多做功夫 多下功夫 今天排卡給自己的提示 就是要好好的在生活境當中 先清楚的立定這一輩子的志向 同時努力往前進進 不用再去想太多 第二張卡抽到的是修自己 弟子規是幫助我們衡量自己的言行舉止 而非衡量他人 做人處事 若常常以第三者的角度 來審視自己做的對與否 就能夠達到我們所期待的做好人 修好心 太陽聖德導師 修自己 個人修個人德 能否在與人互動當中 以第三者跳脫出來以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這是要練習到一個火候的 常常練習瞬間很多的事情 也許就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整個結果就轉了 所以分分秒秒的練習 轉練營造 這都是環環相扣的 感恩今天這張排卡再次的給自己提醒 自己要好好的把自己給修好 第三張抽到的是修行沒有假期 今日達成的某個修行目標 這只是你往前邁進了一小步 不能因為前進了一小步 於是就等了三年再走下一步 因為在未來目標的圓滿境上必須是24小時的 沒有停歇的精進 太陽聖德導師 現在夏季最大的活動 天地恩情總是愛 這個就是目前在努力拼的一個目標 這當中點點滴滴會有很多的生活上雜事來 但是先不要先要抓住一個重點 不要忘掉了 也許剎那之間體力不足 瞬間就是要再轉念 不能帶墮 因為稍微帶墮 這就是墮落的開始 第四張卡 言語誤傷人 水能載舟亦能復舟 言語可以愛人也會傷人 如果能掌握說話的藝術 維持幸福家庭氛圍的機率就相對提高許多 人能稱讚的美滿家庭自然也就不求智得太陽聖德導師 但是言語 這一點確實是自己的一個必須要非常注意的 因為太會講話 這種講話方式是到底給人家溫暖呢 還是在教導別人指責別人這種心態 對自己是不好的 所以謹言盛行少說話 多做事情 這就是今天排卡給自己的提示 最後一張卡抽到的是 幸福卡的部分流露真愛 唯有每天修持心法 接收天地間的能量場 讓宇宙天地綿綿不絕的愛 打通內在狹小的空間 在SARS變成有彈性的大空間 你的愛才會真情流露 太陽聖德導師 這裡在幸福跟著來這本密集當中有提到 不要去羨慕別人 因為羨慕別人 隱藏的就是嫉妒 端視其是否現行而已 如果你抱持羨慕對方而給予祝福 這是正確心態 但是因為羨慕招來嫉妒 心想如何整對方見不得別人好 或是不對的邏輯觀 當你樂見別人成長 並給予祝福 已經種下隨喜功德 對方的好 可能有一天會回到你身上 祝福是一種給予 祝福不是你享有 就能夠真心說出口 因為內心空洞 匱乏所至 唯有修持心法 接收天地的能量場 讓宇宙天地綿綿不絕的愛 打通內在狭小空間 煞時間變成有彈性的大空間 愛才會真情流露 就是今天這張牌卡 確實練習心法 將愛與感恩落實生活中 處處感恩他人 嫉妒自然消失 身上累積更多的正能量 不就和諧了嗎 這就是我們要營造的氣場磁場 這一張卡給自己的一個訊息提示 就是 真心的祝福 學習祝福別人 因為愛不是用講的 它是一個感覺 有時候 累積到一個當量的時候 沒有講話 人家看到就會非常喜歡接近 這就是一個能量場 感恩今天的牌卡給自己的五種提示 但是它已經告訴自己 不能怠惰 努力精進 同時講話要非常的小心 正言正義不講是非等等的 所以 非常感恩今天 跟海卡再次的自己提示 接下來跟大家 陳志邀請 即將在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的最後一場 台北場 6月2號晚上6點到9點 在台北市的新山南路山段30號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